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對於這麼認真的一個創作者 我想要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現在歡迎文英 謝謝各位 還謝謝聖工 我剛從雲南回來 從那個高原 所以有點 那個高原反應 高原反應就是想要試睡 然後緩慢 然後頸椎還去拉到 極為痛苦 我昨天連轉彎都沒辦法 這就是連老色衰的症狀 我剛剛走在這個風雨的台北 然後其實感慨良多 因為我要講這個一天兩天 其實那個感覺是很奇特的 也就是說 你發現整個城市都一樣 我剛才走的時候 整個城市都一樣 整個中海肥肉啊 我曾同理也曾經去那個 整個場景都一樣 可是你的人都一樣 你那個逐漸的走進一個 跟這個很有城市背禮的狀態 然後是很奇特的 那個奇特來自於說 你過去是沒有察覺的 沒有察覺 你作為一個人 你作為生命的流逝 你作為一個種種的 那個東西很複雜 很複雜到我今天要來的時候 我今天很沉重 因為其實突然一聽兩個人的時候 就是一個回顧 一個創作的回顧 然後我就在想說 可是我走在台北 一樣的我 也沒有人便知道說 我不一樣 我如何來證明說 在這樣的一個城市 遊洲裡頭 我整個那個句點 然後我走著走著 我就覺得 其實好疲憊喔 就是說那個疲憊感 也來自於說 我所創那的 我所詐異的 主要還是因為 中南北都它是一個老街嗎 那個老街裡頭 其實我遍的東西太多了 然後我所經過這些 整個章數 就曾經是看過日皇軍的 這條大道 所以你知道我無名 還是要想起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 然後我今天 在寫那個 戴瑞爾夫人的時候 所提到的百年之後 她說她那個時候 戴瑞爾夫人站在十字街口 我就是有這種感覺 我站在十字街口 我今天沒有去買花 我今天去拿衣服這樣 因為我拿去修改這樣 那我的意思是 我站在那樣的同樣的街頭裡頭 我看著戴瑞爾夫人 面對著那個 她的倫敦喔 我站在我的台北街頭 我面對著我的台北 我所傷懷的那個東西 是一樣的 然後她就提到說 百年後 因為我想的是這條 曾經是赤石大道 曾經是皇軍所走過這條大道 多少人已經 都在這個世界上 而文學依然留下 那所以在這個東西 但我既感慨的同時 我又很驕傲地認為說 這麼多年來 從來沒有放棄過 任何的可能的書寫 可是下一步是什麼 你永遠都要問著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 因為這個時代不是說 你出一本書經典 你就吃飽 你就餵飽自己的時代 你知道嗎 這個時代是一個艱困的時代 它既繁滑又變相廢墟 它那個艱固 就同時併存了兩個時間感 所以也不會想到中山北路 有這樣的一個小地方 充滿了人物 充滿了個我性 對不對 我們從那個 我剛剛經過好多妓女 武藥出來活動 那種你感到 你跟他們對望的同時之間 你所 你只是比較一個 繁華的抉者之言而已 可是你跟他沒有不同 因為肉身的腿 消滅同時之間的 那個對撞 是一樣的力道 那我進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擦來 哇好人文 好守候 好扭約 如果再亂一臉的話 好扭約 蘇應該在擺斷裡面一樣 上面的牙皮 但是無論如何 我就是感覺到說 這個台北對我的那個對撞感 差那而來 那我要面對我的一天兩日 那樣的一個時代 事實上跟現在也不不一樣 改變的是什麼 改變的是作者我 我如何去在每一個 那個跋山色水裡頭 不斷地告訴自己 還有著高峰 還有著高峰 還是說我就要轉彎了呢 有各種的可憐性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創作與人生行李 因為我沒有時間做PowerPoint 因為我昨天才回 所以頭很痛 那我就想用我過去的舊主 舊的PowerPoint跟各位分享 那我起了一個頭就是說 在這個寫作之旅裡 其實剛剛聖宏提到的那個 每個世代的 對 剛剛有提到下一個世代 提到那個卡卡 而我們那個世代是什麼 但我覺得每個世代 都在緬懷他的上一個世代 你即使回覆 你問曹雪芹他 我會覺得曹雪芹 會覺得他的前面比較好 所以這個倒是我所謂的 因為每個地方都在改變 他都在 普魯斯特也覺得他的十九世紀比較好 他不要回到二十世紀 那你會說我會懷念 我的燕歌型的八零年 八零一九八 一九九零應該是九零年代 我的青春時候是九零 那這個九零之後的台北 有繁華的十年的時間 那我要想的 我要說的是 我在寫作的 我今天還是用一個 比較是從一天兩個人開始 然後畢竟這個重出 對我有個十五年的時間 流合 一九九七年到現在 我出的第一本書是一九九七年 可是如果往前退 是一九九四年 得到聯合文學的銷售新人獎 那這樣如果算起來是快二十年 一九九四到現在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創作漫長時間裡頭的這個寫作 我覺得那個時間座標的消失 比方說聖宏也在聯合包 那我二十幾歲曾經帶過聯合包 大家比較不曉得 一天兩個人就是在聯合包的時候寫的 那時候是一九九五 九六 一九九四九五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非常的年輕 所以也非常的頹廢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印刷廠的聲音 他輸送出報紙都午夜 然後那個 有時候甚至離開的時候 清晨的送報紙才出來 那當然那是一個報紙還很 現在報紙還沒人看 那時候是兩大報的時代 所以我會寫一天兩個人 就是用這個陳瑜剛這個角色 那他其實有點我的反應 因為他是從大學時候 對於影像很著迷的一個創作者 但是他去了一個電影工作室 結果沒辦法完成他的電影工作 結果他就很庸俗地回到一個職場 這不是說職場很庸俗 我的意思應該說 他承認自己的平庸 因為他已經沒有創作 其實創作的能力是一個能量的釋放 未必是才華 我覺得才華是很後面的事情 才華是可以訓練 培養 但是就是一個能量 他對他的人生繳械了 所以他決定 從俗地回到他做可以工作的地方 結果他有一天就做到 他就上巴士 就做到一張真記者編輯的工作 其實那也是我的經驗 我覺得有一天 我那個大學剛畢業 是跟侯少爺工作室做了兩年 後來我去做了一年多了 然後後來我就去聯合包 所以有一天我就覺得 我怎麼都沒有薪水這樣 我領了六萬塊好高薪 結果發現他用了一年 他是用步驟的 他拍了一年才拍完 第一次領到六萬塊很高薪這樣 問人家殺青每塊一年 那六萬塊怎麼拍 我買第一次想 然後每個月都可以領到六萬 後來知道是步驟 因為他拍戲很慢 結果我就決定放棄 我也沒跟完那個戲夢人生 甚至只是在找警我就放棄 你看我多麼容易放棄 那個放棄 那為什麼寫作執著這麼久 其實那時候找到一個關鍵點 我不適合那裡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大學 因為我們整個大學的授權 都是沒有告訴你你是誰 你怎麼去找選自己 可是我一進入職場 我就發現大學一畢業 那個上中一響起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天啊 我怎麼去跟我的社會對照 我完全不能適應 你知道嗎 因為你大學可以跟遊魂一樣的走 你可以翹課 你可以在墮落街裡面 每天醒來 房間都多一雙鞋的這種日子 對不對 可是你一到社會 他就是很殘酷 你是不是適應這個環境 那我去遊魂島那個工作室 我就發現說我不適應 因為來自於我的適應 是來自於他很消耗我的時間 然後我就覺得我要去 我要去 但是我還是得試試看 他那個影像的生活裡頭 有一個很困境的東西是 他是一個集體的 然後我發現我很喜歡孤獨 雖然我常常在一個短暫裡頭 很多人都覺得我非常和愛可情又和情 可是他待會我一直不了三天這樣 我那個自我心會爆出來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我應該要去換個報道 那這個陳妤剛這個角色第一篇 就一天兩個人就是這個角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認為一個理想的剿械大概是這樣 他就坐到一方報紙 然後就看到曾記者跟編輯他就去了 然後那個曾的時候面試的時候 那個主管還問他說 你覺得侯孝琴跟 但我裡面是用假的名 有點寫一週看了有沒有 但一週就是不能真的寫名字這樣 跟那個拍大兵日記那個叫什麼 哇 突然忘記 有一個另外一個導演 朱彥平 你覺得哪一個好啊 他就考這個陳妤剛啊 那次上班也是我的經驗 我就去那個 我記得聯合後面試我的時候 當然比試通過了 然後他就問我說 因為他問我喜歡什麼 我就喜歡電影 所以他就那個主管有關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侯孝琴跟朱彥平有什麼不一樣 我就說侯孝琴 我長得很像侯孝琴 他就覺得我好像有點這種心 因為我說我非常的耐看 因為我說我是一個耐看的人 那我覺得侯孝琴的電影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看你不 我絕對不是一個悲 很容易覺得說 你是一個 看你久不久 這個人還其實還不錯這樣 那我覺得同樣 你的電影有這種魅魅的力量 所以後來又問了李安等等 那後來我就錄取了 那這個陳妤剛這個角色 有點我的反應 可是我當時有意識到小處 寫小說這件事 雖然我從那時候從來沒有出版過 而且1995年 1994年 93年 94這樣子考進去之後 我93年進聯合堡 然後94年得到聯合文學小說 新年獎之院對接 事實上是寫我的淡江的大學生活 但是我那時候 第一天兩個人寫得更早 是我進入報酬 我馬上感覺到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理想的幻秘 就是說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是 不是去跑線 不是當記者 他們把 那個裡面的小說 其實是非常大部分是我的折射 可是我不想用一個女生 因為我覺得用一個女主角 他太柔了 我想用一個男性 因為男性的挫敗感會更大於女性 你知道女性的挫敗感 事實上不是那麼嚴重 是有些女性在某種年紀 她會對婚姻懷有想法 而婚姻是一個很大的利益集團 是一個 我現在這麼覺得 就是很多人離不開 那個利益倒不是真的金錢的利 那個利有很多種 有的是心靈的安慰 有的是小孩的撫慰 有的是種種家庭的連結 而不是孤獨的 所以婚姻其實是一個利益的 一個共同體 可是如果把這個角色改成男性 他就有很多的可能性是挫敗 為什麼 因為男性的成就動機會更強 所以我就把那個角色 定位為陳漁剛 這個名字怎麼來我也不知道 就有一天都來陳漁剛 R7不錯 這兩個人 所以裡面其實有很多同性的情誼 甚至帶點那個同質的味道 是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模糊的 就是說我們人對人之間 像我有時候我很愛我的女性朋友 甚至超越我的男性朋友 但是你說要有身體觀也不用 因為我的精神已經是最圓滿的 甚至我也覺得不需要婚姻 人妻啊什麼 對我都不需要 因為我的精神已經達到那個高度 所以我在這個 一天兩個人也是這樣 他可以為他生為他死 所以最後陳漁剛 因為R7的死亡 他下了一個標題 但是隔天只看他本報訊 他非常的憤怒 因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像告訴全世界的R7都死 他是一個小明星 他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從高度以來 最好搞樂才的朋友 可是他們去給他一個本報訊 然後幾個行字都 所以他當時非常憤怒 然後就引發了這場災難 就他從 但小說是隱喻的 就是說他從那個大樓 可能就跳下來或怎麼樣 Anyway他就變成天使 他們兩個就飛 他終於去見到R7了 等了59天 他們相約59天 每一個59天 然後碰見了這一點 因為小說一開場他是私約的 R7沒有來復約 聽說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整個路程裡 等待R7來到等待 其實這座城市 永遠在等待人 我就這樣 我們永遠在復約 有人來有人不來 那這個R7就在那個 陳漁方就在咖啡館等 其實那是用那個凱 那個叫金月那個飯店附近的 一個咖啡館來假想 可是你知道現在的聯合報 都在細緻 我每次經過聯合報 那我痛 那兩宗大了 怎麼可以這樣不見 那是我青春的座標這樣 那其實那也是陳漁方的座標 就如果用一天兩個人 那是陳漁方的第一個座標 他第一個社會的工作的經驗 但是呢 他很大的巨敗是 他第一次編到新聞 是他 其實那也是我的經驗 其實我還滿驚嚇 我考上聯合報之後 我有被編影示板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我是誰 想說我又很沈默 但也不太上次了當記者 後來他們就叫我去編影示板 結果那個記者丟給我的第一篇稿子 這是我認識的人 死亡 就是那個 事實上是侯香檢裡面的一個小角色 彈志剛 罪過 那死亡 因為我跟他很好 所以我嚇了一大跳 就是我離開電影 我編到第一個新聞 進來是他的死亡 所以我就把這個 我自我心跟這個小說做一個重點 但是我跟他的關係不足以寫成這部小說 所以我必須用他的同儕眼光去看他的人生 結果他的這個成語 非常願意為他切 整個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愛不言而喻 但是裡面小說什麼也沒有寫 就是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觸摸到人跟愛情 跟那個可以跨越邊界的 那也就是這麼多年 我來一直保持獨身的關係 就是說 我覺得我在我的世界裡是很寬闊的 那個寬闊 我比較成為一個人的處境 而不是因為性別的處境 而是一個做一個人 我們所面對的種種困難都是一樣 那麼困境 所以這個成語剛剛那個角色 跟這個阿七的那個情誼 很多人不解 就是說為什麼他可以用 為成語阿七這樣的失望 可是那對我也當然是真切而存在 那這就是我第一次的編稿的經驗 並讓我的好朋友彈志剛醉過 而且同車的人只有他失望 後來我也了解了一些內容 就是他很高 你知道一八七 後來醉骨之後壓縮變了一七八 他媽媽說這個人不是他兒子 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 我就去認識的時候 他媽媽說這不是我兒子 因為他不願意承認這些 因為事實上是壓縮之後 就變窄了這樣 那這是我寫作的開始 也就是說 我當時無意識地要去寫這本書 我來講 我來講